对我们的团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中国人说相逢就是有缘 那么即使我们是在线上相逢 也是很好的一个缘分 我是华夏中文学校的校长 我姓丁 我叫丁惠慈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请到 中华民国乔委会的乔务秘书 叶蒂渝 叶先生 在线上为我们做一个结业的讲词 我们欢迎叶先生 叶秘书 好 丁校长 林贝书老师 还有各位参加我们英国欧洲区 我们英国欧洲区教师研习会 线上的讲座的各位老师 大家早安 我是朱英国代表处的乔务秘书叶蒂渝 那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乔务委员会 还有朱英国代表处 一起来支持参加这个线上的讲座 那这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呢 对各位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对我们的乔校来说 也带来很大的冲击 变得我们的实体的课程 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期的推展 那很高兴 这次呢我们在华夏中文学校 丁惠池校长 还有我们团队 还有几位很热心的欧洲各位几位 中文学校老师 校长一起推动之下呢 我们筹办了第一次的 英国区的 欧非区的教师研习会 而且是第一次采用线上讲座的方式 那希望呢 就是能够来提升各位 大家有关于线上课程教学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乔校 度过这个转型期 然后能够来 把这样的课程技巧 带入日后的乔校教学当中 所以呢 我真的要非常的感谢 我们 华夏中文学校丁惠池丁校长 还有凯伦老师 以及其他还有几位 欧洲地区的学校的校长 当然也要谢谢 这次参加课程的四位讲座 我觉得这次安排的四位讲座老师 课程也非常丰富 前两位呢 是我们台湾中原大学的连老师 还有我们台北美国学校的高老师 他还带来一些我们先上教学的工具 技巧和教学方法 后面两位呢 我们英国那边阵容很坚强的 贝尼老师 还有我们金连林老师 用我们在地 我们中文学校会主流学校教学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课程翻排非常的多元 那其实 最后我要更要感谢的 其实是各位 老师来参加 这就是我最大的感谢 因为呢 我知道在海外 推展侨校教育 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热忱 凭着自己的付出 然后默默的一起来为我们 传承我们传统的文化 再努力 那我相信 这次堂课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来到尾声 来到我们最后的压轴 但是我相信 这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开始 那我相信我们这一次 线上课程 或下的种子 会逐渐萌芽发展 然后大家会带着 满满的收获 然后希望 我们也预祝这次的 讲座能够圆满成功 那谢谢 那我也 在这边打一下广告 那我们乔委员会呢 也有我们全球华文网的 相关的网络跟资源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加运用 那现在我就把时间 留给今天我们的主角 林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叶秘书 谢谢叶秘书 很感谢 那我想 这个现在 我要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压轴讲座 今天呢 是Moving on to Online Teaching and Transition KS3 今天的讲座是 林佩淑林老师 佩淑跟我认识很多年 他在Trinity School呢 把那个中文的教育 办得有声有色 那他本身又是 也常常办这个教师培训 我自己都去听过他 办了好几次的培训 在他的学校里面 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是呢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很有经验的考官 他本身在考试局 也工作了非常多年 所以我相信 他会有很多锦囊庙方啊 是别人 没有办法知道的 他今天会 请郎相授啊 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当然呢 我就不想 再用太多的时间 最后呢 就是很感谢 所有的老师 跟校长们 今天来参加 因为我也知道 其实大家能够 挪出时间 来上课很不容易 尤其很多人 并不是在我们 欧洲区的 或者欧非区的 也是在夜里 也是来上课 所以非常感激各位啊 所以呢 我就把那个 讲话全交给了 佩叔 那佩叔开始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就 马上开始了 因为这个 我知道这个 我准备了七十几张的 PowerPoint Slides 所以可能今天 会讲得非常的 希望这个 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讲话 有一点快的话 然后因为这个 在做投影的时候呢 这个PowerPoint有时候 会稍微有一点 这个迟缓的现象 所以我会稍微讲的 我会稍微等 这个PowerPoint出来之后 我才会开始讲 所以可能 在同时 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好吗 今天会有大概 三次的时间是 希望大家可以在Chat里面 就是贡献一下自己的意见 那可能也可以 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 一些问题 好的 谢谢大家 那先 我就先从 我自己 就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在上网课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 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网速 有时快有时慢 但是呢 我们都希望呢 就是上课的那个节奏 可以还是可以 就是照 如期的预想的 这样子的快 对吗 所以我觉得 就现在上网课的 的问题呢 还是有一些网速的问题啊 或者是投影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我希望 就是可以 先就 我这两个月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的 那我就大概稍微 等一下好 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在Trinity这个学校 已经教了很多年了 那我是从2007年 就在英国教书 那我自己也是 这个principal examiner 还有就是teacher trainer for Cambridge 那我自己的背景 其实也是学语言的 好吗 好 就很高兴认识大家 然后 我们的学校呢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背景 因为我知道有些学校 跟我们学校的背景 如果不一样的话 可能你们遇到的问题 会不一样 那如果您有 就是 是你们学校 专 专门的这种问题的话 您之后也可以提出来 所以像我们学校的话 我们是从year 6学生就开始taster course 就是他们可能每个星期就上一两堂课 然后呢上完之后 他们之后再可以决定要不要选中文 但是当year 6的时候都是完完的而已 那到year 7 to 9 就是key stage 3 他们就开始一个礼拜有三堂课 三十五分钟 到十年级 十一年级就变四堂课 那我们现在也有 就是中文还算蛮受欢迎 所以我们也有就是学生选pre u 那我们的学生呢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零起点的学生 所以可能跟中文学校的设定会有点稍微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的学生都是从year 7或year 6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中文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learning objective呢 就是希望可以就我自己的准备 让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更熟悉这个网课的部分 那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些我遇到的难题 然后怎么解决它 然后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做一些线上的资源 还有做线上的测验啊测试啊 可以就是测试他们的进度啊 他们的进步这样子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 现在我们做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到位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其实跟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是有关系的 就是新的教学的发展 好吗 好 好的 现在我想请大家给我这个在chat呢 给我这个稍微回应一下 就你觉得关于这个distance learning 关于网课的部分 老师在想什么 学生在想什么 你觉得 有没有人有意见 有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就那我就直接讲了 就是呢 这个我觉得在上网课的时候呢 通常呢 老师的重点都在于希望可以 就是可以设计很多的活动 然后可以每个学生都可以加入讨论 但是呢 学生常常会想说 这个在哪里呀 我们在做什么呀 所以学生通常老师设计了一满堂的这个活动 但学生其实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 也不知道做什么 没有连结 什么都没有 是吧 然后呢 还有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老师可能会想说 哎呀我们要赶快赶进度 要赶快把课堂都上完啊 可是学生就说 哎呀可是老师这个link 这个连结不能用啊 这个不能上吗 或者是他的 他的他的 他的这个网速有问题啊 然后如果你想要 跟学生收作业的学生说 哎呀这个 这个作业 作业我已经教了呀 怎么怎么你没看到呢 但是他教作业可能是错的 所以今天就希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今天我准备了七个 七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步骤 好吗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 就是在这个计划 你的lesson plan的时候 最好就是用一张的powerpoint slide 所以呢 你所有的这个内容都在上面 再来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 就是lesson sequence 就是如果一次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部门 在开会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大家是一次 就把四个星期的课 都先计划好 那学生如果在上课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他的task里面 你也是把四堂课都寄给他 好 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实体我的学生上的课 那一开始我计划的时候 我并没有就是 就说我刚才 这是我第一次计划的时候 好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这个checklist 然后我还有就是六件事情 我们今天会做的六件事情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这样子呢 其实还是不够不够完整 所以呢 我就呢后来又加了时间 那我觉得加时间最好的地方就是呢 学生可以马上就进入状况 因为你可以就是跟他说 好了现在已经10点10分了 你要开始做第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10点20 好那你就开始做第二件事情 好吗 然后再来呢 如果有一些additional activity 我就会放到第二页或第三页 然后我就会在这个指示上给他们看清楚说 ok你就是看第二页或第三页 那我们等一下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三课的部分 我就一样就是我也会把时间放上去 然后呢我每一堂课呢 如果老师您的眼间 你就会看到每一堂课我都会有google phone quiz 就是我觉得在上网课的时候 尤其是因为这个是year 10的课 就10年级的课 我觉得做就是progress check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会做一点就是blended learning 就是复合式的学习 他们有的有的部分是要写字 有的部分就是他们做quiz 然后有的部分就是他最后看video 好然后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任何我需要他们用这个新的apps的部分呢 我就会我自己会做video或者是我会给他们看现成的video告诉他们怎么用之后我们才会用这个app这样子减少他们就是等待的时间或者是减少他们觉得就是有一些发生一些问题 因为虽然大家觉得学生好像非常的tech smart 但是他们其实常常比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好不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些 好 那比如说像比如说像在room and places就chapter 5 就是如果你有ad the cell chinese day那本书的话 chapter 5是关于我家和附近的环境 这本书的就是chapter 5的内容 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在网课上上的 所以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学生可以更融入这个内容 所以我就用自己做了一个video是关于环境保护的video 那我觉得这个最好的地方是呢 因为这个video之后呢我就有一个writing task 所以他们就可以回去反复的回去看这个影片 如果有一些词他们不懂 他就可以再回去看一遍 然后再回去再消化一次这个内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有影片的分享或影片的不一定是要自己做影片 但是如果可以有影片支持的话 其实对学生的这个吸收跟消化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download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会在每一堂课 等一下哈 有一点晚 在每一堂课开始之前 我都会先有一个作业的task 就是我会实体的给他们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就是要学生把所有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每次计划的话都至少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为主 所以学生呢就是每次在上课之前 他就应该要把这些我们要上的东西全部都download下来 那你总是会遇到有一两个学生是比较搞不清的状况的 可是其他学生就当场就可以提醒他了 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学校使用firefly 在荧幕上 等一下 在荧幕上你可以看得到 在firefly上面呢 我就会比如说叫他们要先download这个resources 然后呢他的作业我就会直接放在旁边 所以他的作业是跟他的这个resources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那我就会放他之前做什么之后做什么 然后所有的那个他上课需要用的文件 我都会放在attachments 所以学生可以一次看到 那有一些比较不organized的学生 你叫不organized的学生 他总是就是蜡动蜡蜡 所以那他所有东西在这都在同一个地方 他就不会一直说 老师这个东西怎么我找不到啊 你可不可以再寄给我一次啊 就是这样的系统下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学生从来没有跟我要过就是document 他们都自己我就说你去firefly上面看就对了 然后我就给他比如日期 那个什么时候我放到上面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好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有吗 没有是不是 好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好的 好下一个部分就是这个emoji 就是情绪这个情绪符号好 就是呢这个是我一个同事啊他提议的就我觉得这个提议是蛮好的 好啊就是啊比如说在在设定作业的时候呢或者是在他们交作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emoji让他们啊就是感觉好像啊更轻松一点 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你就是一直在催脚作业的老师 好所以比如说啊像我呃这个这个我到时候发给你们的时候呢 这样你可以直接啊把它这个复制贴上呃然后放在你自己的email里面 好像我就是把它放在我的email里面做一个copy 所以呢学生就呃反正我每一次如果学生有交作业的话我就把这个发给 就是交作业的学生好那那那那学生就呃知道我我看到他的作业了 然后而且这个emoji还可以鼓励学生嘛比如说准时交作业太棒了是吧 或者是呢呃如果他的作业没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的作业在哪 ok呃那我其实会会就是统一了 刚开始上网课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前几个礼拜啊我们比较啊 啊还不熟悉网课的作业的时候我就不会放一个日期我就不会放一个日期 但是啊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网课已经上了好几个星期 我觉得他们已经呃很熟悉这个见面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一个正式的date 比如说呃请在呃星期一之前把作业持交的作业给我 好的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呃这个关于呃lesson planning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呢在备课的时候最好是每一个每一个呃活动呢就是给他10分钟的时间 大概10分钟的时间呃呃然后最好是用不同的skill来分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呃就是老师们你们就在前后这样子呃呃换换不同的apps的这个困扰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常常在上网课的时候我就学生在做这个新的task 我就发现下一个task的这个app可能慢啊或者是迟了这样子我就有时间可以去呃稍微等就是说等等待一下啊或者是稍微这个啊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在上网课的时候常常我们都是在呃这个幕后的这个呃非常重要的推手我们都是一直在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好只是学生当然不知道了好好 再来呢就是screen就是我在每一堂上课之前呢我因为我发现呃有时候老师就是自己是呃最好的这个叫做模范嘛是吧 所以我都会就是10分钟前就会先上这个这个网课的那个界面比如说我们在学校使用zoom那我就会先上去 然后我先上去之后呢我就会先把我的比如说刚刚您看到那个一一页的一页的那种啊网课的内容我就会给学生就是呃把它打在那个荧幕上 所以每个学生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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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了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例子所以老师可能要等一下 好所以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所以这就是呃我个人呃所准备的一个starter 所以呃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呃我有一些呃这个这个图片那因为现在呢如果在网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呃图片跟文字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最好可以简化你的这个文字 文字的叙述然后把图片打得大一点所以学生呢一看到这个图片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很清楚的instruction 我就do now write your answers in exercise book 所以学生就是要马上把这个哦开始写在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布子里好吗那绿色的格子呢是我期待每一个学生都要做的这一样就是也是给十年级的学生好吗那我甚至把放一个图就是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这个 speech bubbles就是啊你可以甚至让他们就是啊想说啊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 啊或者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啊好然后你可以规定比如说呃要写一句话或两句话之类的那在extension task我就呃会给这个比较呃就是可能早一点写完的学生他就可以呃开始arranging order就比如说在环境保护上你觉得什么最重要那这一些词呢我们之前在呃这个这个 我的影片里面我都已经给他们上过这些词了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嗯当作就是从上一节课环境保护下来下一节课的成绩那呃学生他就那因为上一节课我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教学生就是把呃这个重要的词给抄下来嘛就把它写下来练习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有这些词就可以呃在应用在做理解 好的 好的 好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最后一个呃我的tip就是呃在每一节课的最后呢我都会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让学生呃就是觉得很有荣誉感好就是呢我们每次一上课呢我就其实我的我的我的我上课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我把 把powerpoint打在萤幕上那是呢我本身我自己会有一个步子然后我就是每一个学生啊比如说他这堂课哪一个表现的好我就给他一个point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我就会呃给他们一个奖励所以你可以呃等一下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呃这个今天得奖的事好所以我就呃可以说第一名是呃 好Alex啊第二名是呃Tom啊第三名是呃Ryan比如这样子好了好然后这个powerpoint我也到时候也会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你也可以回去就是copy and paste你就可以拿这个去用然后这个这个sound有没有这个呃鼓掌的声音也是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就有的所以你就都可以回去直接用了好好好然后呃我还有这个呃 第二个format第二个format反正我有不同的format 我有不同的format好的好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些就是我目前呃自己经历过呃网课两个月的心得那有没有老师有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好所以好呃这个呃呃这个camera及麦克风那写答案好的这个老师他有问题他说那呃呃这个答案学生是要写在哪呢呃答案是depends啊就是说呃你可以比如说叫学生像我都会叫学生就是还是会写在他的呃作业本里面 那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有google formquiz的话呃呃呃呃我就会呃让学生就是呃呃就是要上网填就可以了嘛好的好那这样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然后呃呃那还有这个老师呢他讲到就是呃这个呃那个tip number one可以再讲一下吗呃呃对好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关于10分钟一个skill是听说读写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10分钟一个skill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第一个skill就是听 好我再放一次这个呃呃我的呃pop point给大家看一下好呃呃所以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好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第一个部分呢我我我拿一个有timing的哈比如说第一个部分呢我就会 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哈如果他学生已经有教科书最好的方式就是呃呃教科书跟你准备的这个资源一起共用就是你可以同步使用是最好的方式 啊不用觉得哦好像哦用教科书好像自己很不认真好不好用教科书其实非常好因为他给学生一套呃这个呃 这个呃systematic的的的的系统啊是不是给学生一套系统那你之后你想要加什么的话你再加没有问题的好所以比如说呃第一个活动他其实就是写跟理解好吗好 所以我就叫他们先把vocab抄下来我觉得呢像我上课我每一节课上课的这个方式呃都会有一个规范就是我第一个活动一定是让他们学写字或者是呢第一个活动是让他们复习上一节课上过的东西然后还是要写下来所以第一个活动都是要他们写下来 然后第二个活动呢就是他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following my audio所以就是第二个活动就是听力加上呃这个阅读理解好但是主要是听力啦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下一页呃这个是我的呃听力的部分 我家住在伦敦的南边我们家是两层的楼房 ok所以那学生呢你看他这里有四个句子那学生就是要把这个unscramble照我的说的我讲的然后他把它unscramble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听力练习那等一下我也会介绍说这个是在哪里做的好只要花两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好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他们会呃给他们15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去google form做quiz这个quiz呢就是会针对呃刚刚我讲过的这个exercise的内容呃跟呃刚刚那个unscramble sentences的内容 所以我马上可以测试他们是不是呃已经理解了然后因为呢我已经事先设定好答案所以我也马上就可以看到谁交了谁没交然后他们的表现如何那如果我马上知道他谁的问题比较大的话我就可以再比如说叫他再重做一次啊或者是叫他某几个问题他要再回去看那像这google 那这个答案呢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可以反馈给学生那所以第四个第四个步骤我就是叫学生把这个错误的答案呢再把它正确的答案再写下来一次那这次我的这个重点就是他要write neatly就是要写得很漂亮写得很工整写得很正确 哦因为第一次呢我们在学习第一次的时候呢呃我觉得网课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不要太不要标准刚开始标准不要太高就先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课程都做完再说那呃刚刚那个老师讲到的是说那请问如果十分钟过了那学生没做完怎么办 好学生没做完的部分呢你就叫他呃这个我们如果说大家都没做完那我们就是呃可能有其中一个活动比如说像google form quiz这个你就可以当做回家作业叫他回家写那我们就再多一点时间让学生把呃课堂上最重要的一些呃部分写完 那那这个google form quiz就是当他回家的就是反馈就是他自己的反馈这样子好呃呃所以其实呃就是真的是蛮好因为等于说你跟学生已经过过一次这个内容那其实你的呃到时候你的home work has just based on this你就只要叫他说哦你就做number three do the quiz on google form所以学生的配合度都蛮好的好吗好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吼好好好我看一下哈好如何OK还有老师讲到说如何有效的呃减轻备课时间好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像我就是用google form quiz啦好那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讲这个呃呃不用不用担 спрос 我就是有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是什么去选择人心好但是我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呢呃通常呃备课的时间会跟呃这个是什么什么key stage有关心比如说像呃如果key stage three的话呃这也是要看比如说你是做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是做呃考试的话比如说像最近我的八年级学生在做口语考试所以我的workflow就非常少我就因为我比如说我一次的作业呢我就是 一次作业 一次的这个考试备课量 其实它就是四个星期的内容 所以其实学生呢 就第一次准备 你会觉得 哎呀好像要准备两个小时 什么 可是呢 等到这个 你准备完之后 这个四个星期 你就都没事了 就你都可以就是 不用做太多的 这个准备 好吗 然后还有呢 这个checklist 对 这个就是呢 这个checklist 就是刚刚您看到的这个plan呢 我是在上课之前 就会像在fiveattach上面 就是会发在attachment给学生 所以学生照理说呢 应该在上课之前 就要都有这些 而且我是一次 就会发给他 至少三四课的内容 好 其实学生不会 不会去看 然后说 哎呀老师 你教的太简单了 什么 不会 他就是会 造本操课啦 然后 然后还有老师问呢 说如果学生写在练习部的部分怎么检查 我就叫他们 叫一张照片 然后attach a five 然后我就看一下 其实我主要只是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写 我并不会每个人去改 我觉得在做网课的时候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focus在哪里 比如说我的focus 我现在就是最重要就是我希望检查它的进度 那你就是在做Google form quiz的时候 在做这个他们的这个答案的分析的时候 你就是要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在上网课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什么都要做 那你比如说那你每次你在检讨上一次你要上课的时候就做不完啦 是吧 你一定就是得要就是避重就轻啦 避重就轻 不避轻就重啦 好 重要的做啦 不重要的就 这个看过就好 给一些这个feedback 好好有些有些老师说如果有一些学生比较慢 来不及在时间内做完 那就是你你你知道说这个学生如果他本来就是比较慢 好不好 那你可能说其他人写两遍那他写一遍 好不好 就是这个这个内容都可以是个稍微再调整的 好吗 好 还有有老师问说如果一天之内老师要连续 一天之内老师要连续上很多课的话 那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你这个powerpoint的内容都准备好 然后最好是我觉得呢针对不同的年级呢 也最好可以设计一件不一样的活动 所以比如说不是每个 就是说因为在上网课的部分也不是每天每一堂课你都一定要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这一堂课呢这个学生呢你就是做辅助的角色 然后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十年级的课呢那你就可以一对一的可以跟他们练习口语 所以你可以就是最好就是不要让自己每一堂课都在做口语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所以我才说其实在上网课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一次把四个星期其实我都有时候做不到四个星期啦 因为太累了一次做完太累嘛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一次做三个星期的一次做三个星期 然后呢之后呢再那你就可以调整嘛对不对 你做了三个星期你会说十年级我先做这些活动 那我八年级的我就不要做这些不要做比较那么累的活动这样子好吗 好那还有很多问题谢谢老师谢谢大家的这个热热烈的参与 那老师会建议学生开camera如果他自己不肯开没关系啦 就我觉得有些比如说像我有些课的学生很不喜欢开camera 那我就说没关系你自有心证那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下 就是说关于做open book的assessment要怎么样做比较比较好 好的然后呢再来呢这个老师说每四堂课每堂课都有PPT 对一堂课上多久一堂课我们是50分钟 一堂课就只有两张通常只有一张投一篇或两张投一篇 that's all对所以呢所以其实非常容易的 你知道吧因为其实你那个plan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你就只是把这个内容稍微变一下而已好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routine over creativity不要花太多时间就是在做很多creative task 因为这样你会把自己给类似先把这个这个smoothly做完再说好好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如果等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好 这个他说孩子孩子年纪小不够专心怎么办好孩子年纪小不够专心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每就所以所以像比如说在我的powerpoint上面我每一次都会叫他们要写就是我每个活动都是学生要做的不是比如说像呃像我刚开始做这个youtube video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后来发现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每次看过 video我就可以去做这个视频的事情 我知道几个人看过我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吸收所以我每一个这个课程的环节都是让他们在做中学学中做所以就确定他们不会说哎呦又又又跑去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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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吧好了那我要接下去讲了好因为已经40分钟了好 好谢谢大家如果刚刚如果有问题我还没回答那你还是很想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回答可不可以之后再贴给我一次不好意思大家好呃因为这个呃很多很多大家很热烈的问题我非常感谢好好的 好好好那目前呢我们第一个部分已经讲完了 好等一下有一点呃这个 好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呃关于呃做网课的资源的部分 好的好的好的好所以呃所以呃呃我觉得呃呃呃设计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老师肯定会有这样子的呃struggle好不好就比如说呃你可以想到的就是呃呃我的 比如说routine还有这个课程的多样性我是要routine比较多还是多样性比较多对吧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呃呃呃我是要这个让学生的进步比较多呢还是让学生比较开心呢好或者是呢 或者是呢这个呃呃准备的时间跟事实上你本人有的时间那我必须就是说呢网课的部分其实真的你在因为毕竟你要下载学生的作业什么的这些部分会换了呢 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真的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想出如果老师们可以做出半自动化的呃呃这个这个 改作业的方式改作业的方式是会最呃呃让大家会觉得最有效率好吗 好的所以呢呃呃我自己的starter的部分呢我就是会有呃呃比如说像这些活动都可以做那其实这些活动都是非常简单的活动就是你直接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做一做活动 然后叫他再回来呃呃呃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关于比如说vocab vocabulary collector 你就可以给学生一个text比如说你可以给他screenshot一个text 然后呢让他去比如说呃呃5个比如说因为比如我用我的10年级来做做举例好了比如说他们现在学到room and places学完了然后我就说啊找10个 小这个这个text里面找10个呃呃跟这个房间有关系的词把它写下来好或者是呢呃这个ton twister让他们自己呃就是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示范好ton twister就是你事先录的ton twister 然后让他们自己呃这个challenge themselves让他们可以把它录起来 然后呢或者是呢你可以给他们这个呃呃呃你自己先录过的东西因为其实录这个很快你用这个powerpoint presentation录的话两分钟就录完了所以其实这个备课是非常快你想你的两分钟其实是学生的10分钟然后学生10分钟呃呃呈20个人就是200分钟所以其实很划算嘛是吧好所以你可以呃比如说你就录个几句话然后叫学生去repeat 然后甚至可以录完之后叫学生把这句话写下来好呃或者是叫他把翻译出来好呃还有呢你可以就是事先录这个问题这个在我的video里面有就让学生事先录口把事先把这个口语问题录出来然后呢学生就照这个口语问题回答他的答案作为口语考试的练习呃或者是呢你可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哈 就是我也可以用这个pre-recorded answer就是你可以先录答案这个比较稍微比较困难度比较高一点我会建议给比较呃程度比较好的学生好会程度比较好的班就是你可以先把答案录出来然后让学生make a question 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新的gc 的话就在roll play跟这个picture task的部分呢呃就roll play的部分就学生其实需要呃自己想问题就是他需要可以translate the questions themselves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呃习惯呃习惯就是这种考试的方式 然后还有呢这个对不起我要说这个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做这个而且我很常跟学生做这个学生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会教他们比如说给他们一段melody让他们就是自己create a song or rap 那这个melody那这个melody的话你就可以看比如说呃你觉得学生稍微比较比较比较慢的话你就可以放慢一点的melody如果学生比较聪明的话你可以放快一点的melody让他就是呃可以这个呃录一首快歌啊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呃你也可以放一个pre-recorded listening呃然后呢其实其实就是像我刚讲的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张one slide 所以学生就可以直接就是点那个list你点那个听力他就可以听出那个keywords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举手比如说呃他就因为你叫比如说像zoom的话他有这个hands up就可以让他举手然后他举手他就可以呃告诉你这个词或者是你甚至可以叫学生用type out的词啊一个一个词一分这样子好或者是lib readlib read是非常好的活动就如果你的声音不 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哦we have a libread所以有时候老师可能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个backup plan的话你就可以用lib read你就可以说啊现在我要讲一个词跟room and places有关系的比如说啊我说什么呢呃厕所好不好就比如这样子啦好ok好啊甚至呢呃有如果学生年纪比较小的话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就是有这种呃这个point season得分的系统是每个星期的这个累积得分奖但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做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累好不好然后呢呃在呃呃这个plenary的部分呢就是我有时候会给学生玩一下游戏啊vocab games啊就是有那种live的vocab games或者是我们会有一首歌然后学生可以唱唱跳跳那这个唱跳的部分就是刚刚老师有讲如果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camera不能开的话可能这部分就比较有限制但你也可以叫学生自己录然后呃呃这个记这个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录然后记在powerpoint里面给你看也可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的方法 好好的然后所以这就是我设计的year 8的plan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跟year 10就跟10年级很不一样的是啊 year 8的plan我就会写的稍微呃这个instruction更简单一点然后呢呃因为year 8学生比较小的学生他会有的问题就是比较不专注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可能要把这个课程的方式改的比较像是有点像在玩游戏这样就是说让他有很多可以clickable content就是每一个他就可以click一下比如说呃这个呃这个啊这个歌我就可以click一下哈有没有哈 然后然后老师们看到就是我所有的听力audio file听力档我全部都放在这个powerpoint上我不会让学生就是就是我不会从我自己的电脑放给他们听我就让他们自己去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你自己的电脑放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的网速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就会就会学生就会有影响他就会说他听不到啊或什么这个那个所以我通常就是我会把呃所有的连结什么我都就是给学生自己去用就是自己去用 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就是然后他可以用所有的vocab那我通常我很多started task我都是非常的open-ended就是我只是给他一个范围比如说就用所有的vocab在chapter3所有的vocab然后自己编一首歌哈所以他就可以比如照这个他就可以OK比如说呃这个单元是跟这个呃方位有关系我可以有左边右边上面 下面啊这样子好之类的好不好然后学生编一分钟的歌啊蛮久的好是不是好啊如果你想要呃在这个challenge学生的话你可以叫他这个呃把他写下来把他的这个歌词写下来或叫他把他的歌词打在这个chat里面给你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选出这个最好的这个呃这个歌词有没有然后下次就可以放他的歌词然后让大家一起这个哼子唱 之类的好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呃呃我会建议就是老师们可以呃开始让学生很多时候学生帮你做作业啦就是说你可以让学生做作业然后你选出最好的然后来当主这个下次的教案的题材好不好比如说像呃刚开始是做speaking好这个就可以做13分钟大概可能可以到15分钟因为学生很喜欢做这个好然后再来就是listening的部分这个呢 那其实你好我找中我cheesy乘车出水小ok好的然后呢呃这个其实就是我学生之前呢我就叫他们做一个listening quizonchapter3那他们就是做的那我就选出几个比较好的好我就选出三个比较好的 好所以你就可以看的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前面两个是没有中文背景的第三个学生他是双语的学生所以但是我就是会依照难以程度来 呃排列所以学生就可以做这个listening quiz那你可以看到学生甚至是有问题的好所以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他就边听好你好我叫John我骑自行车出水小我骑自行车去学校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不会特别强调 好我不会特别强调发音因为我觉得学生能够录得出来其实学生一般的学生如果能够听出来他的讲什么已经非常好了好那如果说他的发音不是真的都听不懂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啦就是呃主要是让学生练习一下就是get used to different accents嘛对不对好外国人的accent也是accent啊对不对 好好的好的好那然后再来就是writing的部分那这个writing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很像就是我一样就是录一段audio然后但是我如果你要做这个分等级的话 那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就可以比如说有些学生呢他是直接听你讲话我们一家十五口人现好然后听你讲完之后呢比如说三三遍之后他才他才呃可以看得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hints好不好所以这里的hints下面这个蓝色下面的hints就是比如就是刚刚你们看到那些text就是呃就是scramble的text所以呃比较好的学生呢 他一听我讲他就可以把句子写下来那比较不好的学生他可以看我的text可以自己再组虽然说实在他如果看了text他也不见得会觉得比较简单就是但是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给学生一个呃错觉好了就是说给他一个support让他觉得说哎他他这个好像有比较简单哦有有为他设计比较简单的步骤好但是有时候不见得真的比较简单但是他会觉得说哎他这个好像有比较简单哦有为他设计比较简单的步骤好但是有时候不见得真的比较简单 我觉得好像就开始会觉得哎哎中文其实没有那么难好吧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呃因为这个是EA这个这个班之后我们就快开始考口语了所以呢呃我就会给他们一个这个歌让他们复习一下这个呃 好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哪里好对这样子哎好就这样子有点什么什么什么好好所以大家就大概了解这个idea就是说呢这个这个歌呢就是你看还有动作啊好有动作啊好有动作所以学生可以跟这个 一起做然后还有呢他呃可以就是呃复习这些疑问词好因为我发现学生就对于疑问词的这个语序呢常常都还是会有问题那呃如果经过这个练习之后呢他们就会比较熟悉这个语序好所以其实蛮好的好那那那那你不用每个人都要强迫他们跳舞啊有些学生愿意跳舞就给他跳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也没关系 就让他们自己唱一唱也ok好不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会有一些bonus好不好好比如说呃这个呃如果早一点做完的学生呢我就给他这个呃这个唱twister好吧然后我甚至这个设计不同的级别哈这个其实都超级超级容易设计 就是如果老师你觉得比如说你可以先设计一次然后让学生试试看如果学生对这个活动的反应特别好你就可以一次做没有你做四个五个十个好不好然后你每次就是放不同的tomtwister让他练习好吧 所以你可以听一下比如说这个turtle speed就归宿啦 好鲍束的部分好不好然后呢那你也可以有这个lepole speed就是这个像风一样的速度好不好 不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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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学生学生普遍都还蛮喜欢这个tom twister 比如说像我也教我的我也教我就是像我这个比较大的年纪大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做project或做这种活动 所以像我的学生呢 等一下 所以像我的学生他就自己做的哈 你可以听一下 等一下我等着这个powerpoint出来 好所以这是我学生自己做的哈 他念的还蛮好的 他就是说我就会叫 比如说我就规定每个学生他的作业就是呢 回去做一个这个tom twister powerpoint 然后要翻译这个tom twister 但是其实我不会介意说他就是copy往上的 但重点是他要去自己读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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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twister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 对 就是反正就是让他们觉得好玩啦 好这样子好不好 ok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课程的安排的部分 好跟这个就是网课这个resources的部分 那目前我看一下哈 好这个都已经看过了 好的那这个部分我关于就是sharing video 还有这个audio的部分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哈 就是我因为我有看那个betty老师他上课的内容 也非常精彩 那呃我知道有很多老师说 那这个youtube video可不可以直接share 你是不可以直接share的哈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问了一个软体工程师好不好 好就因为这个video呢 他其实是呃除非你的internet非常非常 你的网速是非常快 不然这个internet就是说这个video 如果你在放影片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不管是zoon啊 youtube啊或microsoft team啊 他都是呃藉由这个他就是抓每一个 那个影片的那个图档 然后再把它送出去再变成是影片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些影片抓成图档 然后再送出去的话 其实这个会这个一定会delay非常的严重 好不好好 比如说像如果我在upload我的这个youtube video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video至少他的upload是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比如说一个15分钟的video 他upload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所以您可以了解说这个你的download很快 可是你的upload很慢 那学生学生是download你的data 但是你要upload的时候呢 学生就会遇到困难 他就没办法读到你的影片的内容好吗 好 就这个部分就给大家做参考 好的那目前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大概讲到一半了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用歌曲学习 哦这个好我看一下有老师问我先回答一些问题可以吗 好 所以有有老师说用歌曲学习语言非常好是设计的动态图 不是这都是在youtube上面找到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老师们你们在找youtube的这个 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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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时候尽量找一些是这个这个这个 song 这个歌是非常的catchy好不好 呃如果你去我的频道我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video是关于就是最我学生最喜欢的歌好那些歌可以先拿来播一下好不好 好啊这些歌都是学生一听就是他有的是因为他的那个旋律跟英文的旋律非常像或者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不会那么childish你知道吗 他不会这么嗯这个不会这么好像像小孩的歌那种感觉他有的还是蛮蛮蛮蛮蛮蛮适合这个稍微青少年这样子去去去去去活动这样 所以学生就哎呦很很很engage这样然后一样这个老师问说这个pt一样先发给学生对的每次这个活动都会先发给学生好吗好哎怎么样老师的问题 我可以挡住哦对不起好对不起我我我我到时候要把这个好这个弄掉对不起好好这要怎么弄掉哦这害的对不起对不起 好的下次我会注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好好还有呢在网课上怎样啊有些老师问说在网课上怎样让学生互动 我知道在zoom上面呢有一些学校他们有这个my vip这个premium assets的话 他其实可以把学生分小组小组的我不知道microsoft team是不是可以好嗯那如果可以分小组的话那最好那啊还有呢就是呃我觉得其实这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开始上网课的时候可能嗯这个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哦可能没办法给他学生太多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等到呃比如说您上课已经上的比较呃进入状况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其实学生哦他们自己都会有这个private chat他们都会自己私下private chat啦 所以你可以叫他们就是自己呃可以就是组成一组比如说两个人一组然后做对话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内容最好是要比较限制他的内容不要让他们随便在那边乱讲一些什么东西就最好比如说让他们练习个对话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们一个这个对话比如说两个人在对话然后让他们去练习 然后让他们录一段就是不管你要让他们做什么活动even是互动的部分呢最好都还是有记录对所以呃不会说嗯好像他们做完之后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每一堂课我都会坚持我的学生一定要把他上课的笔记哦这个就是在那个作业的那个task那个部分呢给我这个screenshot出来我要看他在上课在做什么因为我看因为你知道老师当 你看他的笔记你都知道他是不是很认识在做嘛是吧好的啊还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哈对哈所以这个燕明说谢谢你哈所以燕明说这个对teams他可以把学生组成啊对不对好所以你你也可以这个让学生可以自己就是相互一起练习我觉得这个蛮好因为这个的话呢学生就可以你可以叫学生做一个小组的project啊 这是我呃下一个阶段我觉得我需要开始做练习的部分好吗好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啊麻烦您分享您的频道好这个我的频道也在我的这个powerpoint上面好我等一下呃这个之后发powerpoint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点到我的频道里好吗谢谢大家好好的那我就要继续讲了好 一下好好的 好好现在我要开始讲就是比较有用的这些tools好吗好 好 所以呃呃呃呃我觉得老师们呢就是你们在呃用这些呃ahn 呃东西的时候就是用这些呃呃呃呃都是用这些呃呃 ви 都是用这些呃网络上的这些apps的时候其实是选择是觉得自己觉得最容易用的为主不要就是呃呃呃不要就是呃呃你们不要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做PowerPoint 有时候我们在做PowerPoint的投影什么 都还是会遇到问题 尤其是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 Animation 做一些动画 你又想要 其实这个都需要花时间练习的 但是我觉得网路这个东西 就网上的东西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练习 你永远就是觉得很难 但是你只要一开始练习了 你就会觉得其实还好 没有真的那么难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几个 我自己非常常用的tools 这个PowerPoint的这个slide 这个每一个tool 我都有完整的影片 可以介绍你们怎么去使用 所以如果比如你对这个tool 你特别有兴趣 你特别想要尝试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就是你点这个 你点这个这个icon 这个tool的icon 它就会有影片跑出来 就是我的那个影片 你不用从前面的intro开始看 你可以直接从中间的部分 就是我介绍活动的部分开始看 好不好 那因为每个影片我除了介绍怎么用这个app之外 我还有介绍一些differentiation task 或extension task 就是说怎么让学生觉得更有趣 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我刚刚讲过很多了 就是google phone quiz 好那我觉得这个最好它最好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这个google phone quiz 它可以你做完quiz之后呢 你可以把所有的quiz都都连接到同一个这个mark book 就同一个这个作业的记录 得分的记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学生目前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 好 然后这个呢 其实 然后还有google phone quiz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你可以import the data from another quiz 所以你做完就是刚刚老师又在讲到说 这个作业量很多 备课量很多怎么办 就是它这个google phone quiz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 比如说你之前做过的某一个练习 那你觉得这个练习学生做的不好 你可以重复再把这个练习再import到新的quiz里面 学生再做一次 甚至是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之前也这个做了一个影片分享过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不同的google phone quiz的内容 你把它merge成一个google phone quiz 当做一个比如说学期中评量 学期这个结束的评量 这样也蛮好 因为我发现学生常常在错的东西都还是好像就是会 大家会错的地方都还是蛮相似的 就是大家觉得难的地方其实都还是蛮相似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whiteboard.fi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样我也有影片 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icon你点 你就是control click 它都是一个影片 那这个我甚至自己做了影片给学生看 我就是让学生看完之后 然后学生再跟我用这个whiteboard.fi 它这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呢 它是不用sign in 不用login 就是你不用注册就可以直接使用 就是你一开始你就直接可以这个resume class 它就会有个new class 你就进去你直接把输入 那就会有一个连结跑出来 你只要把这连结寄给你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就可以直接上线 然后为什么它很好是因为呢 它是一个学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它也可以在电脑上使用 它不会跟zoom有冲突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app是如果你share screen 你要用这个app的话 它会有问题对吗 可是这个app非常好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冲突的 它不会就是clash 所以非常好用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 学生看不到他 他只看得到他自己的白板 但是你看得到每个学生的白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呢 每个学生都在做什么 你就不会 然后刚刚有老师讲到笔顺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app 因为呢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在让学生练习写字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一开始start the activity 前10分钟 就让学生练习写字 然后学生在练习写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你的笔顺不对哦 是不是 然后你就可以叫他插掉 他再写一次 这个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推荐 因为这个的setup is zero preparation 非常非常容易使用 然后你可以always就是 比如教学生就写10个字嘛 或者是你可以教学生跟你玩一个游戏 然后还有我学生很喜欢玩是pictionary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词 比如我讲健康 然后他们就要画出那个健康的样子 然后前三个画出来的人会得分 好不好这样子 好再来就是Volkaroo 这个一样我有影片 然后呢 这个Volkaroo它是一个online voice recording 一样它是不用login 就是我这里介绍的很多都是不用login 不用registration 所以这些都不用设定 然后就省了你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Volkaroo是怎么使用呢 就是你就上它的网站 然后呢上网之后呢 你就直接录一段 然后它就会有个link 然后它最好的是它还有一个QR code 就是很新奇的很草码 所以学生就很喜欢这个可以scan这种感觉 然后它最好的部分是你可以比如说 你就录instruction录10秒 然后叫学生 比如说你就可以录三个问题 然后叫学生回答你这个三个问题 口语的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是个link 所以你就不用还要叫 然后学生也可以用这个link寄给你 所以你就不会说 你还要叫学生实体的寄audio file给你 它的audio file全部都是已经在云端上了 然后它每一个audio file都是可以存 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就不怕它不见 但是就是记住就是要测试一下 就所有的app就是你在让学生使用 这个link你要让学生使用的时候 最好自己都先测试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guess 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比如像focal rule 有时候老师们他会自己把这个file delete掉 然后学生就说老师我看不到你的这个 我听不到你的这个声档啊 好吧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然后还有game kit是那个上次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另外一个老师推荐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因为这个他跟Chris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呢 等一下 我这个有人的那个好像被 我没有把这个删掉 等一下 对不起 等一下我把他hide 对不起 好 sorry 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把这个给按掉 好 但是他这个好像会自己出现是不是 不会 好 anyway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game kit跟Chris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呢 game kit他又加了一些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设定 比如说他可以是要达到多少钱 或者是他可以是大家分组 他也是可以go live 或者是他可以就是达到 就是大家要有目击到多少钱 然后他还有分level1 level2 就是你可以在家嘛 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钱 就是他真的很像游戏 他就是你可以用你的钱再去买 买这个升级的这个VIP 好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再加速更快 那我学生 因为我的学生是男孩子 好 男孩子非常就是很喜欢竞争嘛 所以我的学生非常喜欢这个APP 他们每次都要求我 就结束之前要玩这个 所以我常常都拿这个当利用 就是说你们好好努力 这个下课前做完的话 我们就可以玩 没做完就不可以玩 对不起 然后gamekin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他可以用他的那个instruction 就是学生看到的记忆面可以全部变中文的 然后他可以就是每一次在你在go live之前的设定 可以把它设定成英文或中文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让学生更沉浸在这个中文学习的环境里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中文为背景的语言 好吧 好 然后这个toggle case呢 他就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不用log in 不用registration 非常好用 为什么呢 对 然后刚刚讲到那个gamekin 我再讲一下 就gamekin的话 我一样会让学生先看一段video 但是这个video我就没有做啦 但是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上是有怎么使用gamekin跟quizle 做成一个vocab learning的一个课这样 然后这个toggle case呢 他一样很容易用 他就是不用log in 不用registration 你就是把你刚刚的text 你就把它贴上去 然后呢 他就会变成 就是会变成乱 就是变成乱码 就对了 而且他是汉字也可以的 所以就是很方便 好吗 那最后呢 就是介绍一下我的channel 那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听到耳朵都已经要聋了 好 所以我就不再讲了 好 那我下面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google phonequiz 你就可以看 我是因为比如说10年级的学生的话 他们很需要的就是做这个每个星期都要做这个进度的确认 所以我就其实我每个星期都会至少给他们一个quiz让他们完成 然后呢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他们的markbo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year10的markbook在这里 好 我就 然后这个open bookquiz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在做这个quiz的时候 有些老师问说 啊那他不是就可以 他就可以打google 那可以打google translate 然后他打google translate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那那这样子你怎么知道他是copy的还是是自己写的呢 所以通常我都会给他一个设定的呃page content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看一下我这个week3 my time based on pdf page 90 to 91 所以他必须要照这个内容来回答答案 然后通常我的问题都是close ended 所以都是蛮straightforward 不能说straightforward可能有时候不是非常straightforward 但是都是可能有时候需要想一下 但是都是要从这个呃这两页的内容中出现的句子才可以 或者出现的这个词才可以 所以他只要一用google translate我马上就会发现 好吗 好 所以open book也可以做的非常的呃有测试的效果 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谁真的是有在用心 谁没用心 那呃像如果说那那像如果通常刚开始做quiz的时候我会先从简单从简到难啦 因为不要一开始就让他们觉得哦这个quiz好难哦 然后但是到后来我就会让他们做一些比较难的quiz 测试一下他们是不是有真的了解 好那有一些quiz如果他们做不好我就会叫他们再回去做一遍就有一些学生啦 好那还有你可以看就是所有的quiz你都可以就是呃用这个连接的方式呢把它设定 这个也是两秒钟就可以设定好的所以你可以看我就每个星期 你看一下我就每个星期我都有quiz的内容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有几分然后通常我就会先在quiz的时候很重要 因为你系给他们的是link所以他不会有他的名字 所以我都会先设一个section是让他设他的名字让他typing他的名字 那名字的部分的最好就是叫他要sername typefirst这样你就可以你到时候因为这个这个mobbook他就是跟一般的excel sheet一样你可以甚至把这个order他的名字做order所以这样你就可以check谁还没交作业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有时候因为你要有简单有难的 所以简单的内容嘛所以简单的内容的话呢比如说像就是type in characters我就会叫他们type in the other way around 就是这个在那个他的quiz上面的指示都有的好然后老师们就是因为因为就像我刚讲的这个google formquiz 他还可以就是你做完这个之后你可以copy然后贴到新的quiz上面所以这个做过一次之后呢你就always instruction都可以用这个 一样的好所以这就是第一次设定花一点时间第二次不花时间第二次你就只要改这个问题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你看cinema我就叫他们type of reverse order这样他们就不会用超的而且呢比如说不会用超的以外呢 他如果因为他如果要叫那个google translate或什么reverse order其实也蛮麻烦的我看他直接用打的快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就是学生有没有选字像你看这个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学生有一个学生这个a curve a curve有没有你就可以看到他后来就是用手写的因为他不太知道怎么做你看他这个地铁站他这个铁就是这个繁体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even他是google translate maybe 然后他再把这个答案在反边贴所以像这种的话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学生他的这个 thinking process或是他做这个作业的这个程序是什么就很容易看得到好吗 好然后呢对不起我刚刚翻错业大家要等一下好然后现在我要讲到这个toggle case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就是很简单你就上这个网站然后他就可以直接scramble text 好然后现在我要讲到这个toggle case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就是很简单你就上这个网站然后他就可以直接scramble text 你原来的text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convert it to this就是你只要按一个键你就copy paste按一个键然后就变这样就变成converted text 所以只要两秒钟literally两秒钟超级好用我用过很多次而且这个还不容易哦他这个还可以设定就是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他变成是三句话还是是变成一句话所以你可以设定你要让他比较难还是比较简单也可以 好不好好好的那这个部分就讲完了好现在我让大家问一下问题好有没有人很问题有问题好对OneNote也很好但是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用这个 Google phonequiz我就没有再用OneNote但是学校是说我们要开始用OneNote所以但是我就像我之前讲的就是其实像Microsoft Teams他也有就是这个quiz的部分他其实跟Google phonequiz是大同小小异就是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嗯就是说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其实其实那个Microsoft Teams他也有这种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addupuzzle对我有看过也是蛮好用的对呃但是呃就是就是我就是我说的嘛反正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用你就用哪一个然后我会选择就是用我觉得比较就是熟悉的 好吧好吧好的然后还有为什么请问为了避免学生互相copy paste功课是否有什么concept或stress 嗯目前我学生不太有可能copy paste功课因为它那个Google phonequiz它是你的link你的连结是你要你这个连结你是每个人自己做的啊所以它不太它如果要寄给彼此它是要怎么它没办法copy作业的对 然后如果是写作文的话呃他们也不太会copy它们的作文的内容就是呃我觉得就在设定这个内容上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是用这种quiz的内容他们其实没有办法copy each other对他们很就是对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这种情况过嗯对然后这个Google phonequiz Google phone的问题可以从quizlet import吗嗯好像是不太可能因为它是要一个一个设定但是就是呃你就是设定一次之后就都可以用嘛或者是呃像我之前有时候我会做的方式就是我先用Google phone呃我先用quiz的我就直接做一个quiz就直接你知道它可以做成一个pdf的quiz然后做成quiz之后我再用那个quiz 那个我再把它那个就是把那个答案直接ABCD就是贴到Google form上面然后他们就自己去回答那所以答案的话很简单你设定答案就是ABCD好对然后还有什么问题Google quiz是学生这个Google quiz的学生不需要有Google account学生只要有link就可以进去就像比如说你如果 那你做feedback你可以像我也常常叫学生帮我做就是课程的feedback的时候就是课程的反馈他们也是只要有link就可以用这样嗯好还有还有好的还有人建议说可以用bitmoji好的bitmoji classroom对因为我知道比如说Google classroom有很多人也有在用Google classroom然后他还可以用Google slides好像也是很好用但是就是在就 就我说的再一次就是反正如果反正如果反正只要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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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的马都是好马的不一定是要什么样的马马是吧OK好好的目前就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齁没有齁好就是mark刚刚mark刚刚这个问题我是还没有精我是 可是我个人是还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学生会copy each other sense但是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就是这个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有人就是关于那scramble sentences 他其实不是他就是这个对这个这个其实就是他就是我就是刚刚像那个link那样子我就是把它重组然后但是他其实就是那个电脑系统上自己重组的那学生其实就是要照比如说你说的话来重组这个句子所以可能会花他们一些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容 所以其实其实这样做听力是蛮好的因为而且学生因为而且学生因为我就是在GCSE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学生很常常他们知道比如说他们知道厕所但是比如说他们知道比如说好了他们知道洗洗是wash但是他不知道洗衣机是什么好就是像这种磁组 这种结构的概念他们常常是很很不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好像常常就是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像在做这种scramble sentences的部分呢虽然他是random的scramble但是学生还是需要用他的logic跟common sense来就是把这个磁组重新再组一次好不好所以然后他要听你讲什么然后其实因为有一些句型他其实是会 非常相似非常相似比如说你可以叫你可以叫你可以用三个句子都是比较比较急所以你可以说是这个我家的浴室比厕所我家的我家的浴室比客厅小我家的客厅没有浴室大然后我家的厨房和客厅在一起这样然后他就可以自己重组出来然后 然后你其实就是可以在他们做这些练习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子自己去比较一下那个句型可以自己在在在在在触摸一下好不好所以所以这个蛮蛮好我真的非常喜欢用那个scramble sentence因为而且而且不瞒老师说啦这个让学生可以动脑然后他们又可以花很多时间所以就减少我备课的时间好的好的谢谢那个YCC 好好的谢谢他的反馈好好好的那我要继续讲下去了好希望大家还没有get bored好好的好所以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前两个部分好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开始讲就是关于怎么样可以让学生多 脑力激动多增加就是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的机会好不好好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orange是一个橘子好不好好大家看到橘子了好这是一个橘子但是他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就是调教我多懂这一个什么就是啊他的这个就是βloom taxonomy知道什么是bloom taxonomy好就是他把这个哦学习的这个呃计较这个呃计较这个呢这个啊这个系尔吁极 就是六大类来做分层的 那最下面的understand跟remember是最基本的嘛 所以就是是属于比较是 不是非常需要花脑筋的 但是比如说到apply跟analyze 就是比较需要花脑筋 到evaluate跟create的话 那就是最高级的这个thinking skills 所以呢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 在这个group chat里面呢 可不可以跟我打一下 有时间我们有三分钟 让我休息一下喝个水嘛 可以这个在group chat里面打一下 就是你最近用了 在网课的时候 你用了什么样的skills好不好 好 好 我再给大家一分钟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想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半小时 那我休息一下 好 你们可以想一下好不好 毕竟 然后还可以就是想一下说 你觉得什么样的skill 可能在上网课的时候 是比较没有办法 这个测试学生的 maybe也可以提出来 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 还有半分钟 好 好的 很好 就是有学生说 有老师说 可以分析运用 自己造句 虚数自己的近况 所以describe analyze apply 很好 好的 然后 还有一起做游戏 让同学写字 Lucy说 但是可能一起做游戏 让同学写字 这个可能 可以想一下 这个是跟什么skill有关系 好 然后 然后还有analyze to complete Ellen说 analyze to compare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s to work out grammar structure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分析 还有就是类比 对不对 还有就是choose 对不对 所以evaluate 挺好的 好 还有就是 小婷说 可以比如说 让学生在家里找一个跟夏天有关东西 然后解释为什么 对 就是可以解释一个东西的function 挺好的 好 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explain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anyway 就是 create做的少一点 对 create做的少一点 YCC说 每个项目都做了一点 但是create做的比较少 常要是让他们做一个东西 但是有人说打字不能用 为什么东西用不出来 好 对 所以 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老师对于就是 学生说在网络上打字不行 所以我通常都会给他们一个网络上的那个 就是link嘛 就是打字的link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觉得之后可能我们恢复正常上课 9月之后会恢复正常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老师可能可以尽量就是想一想 就是说平常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机会 可以让他们练习打字 因为像比如说在我们学校的话 像我的学生呢 他们是已经非常习惯就是自己动手做 自己做powerpoint 自己做quiz 自己做project 自己做自己打字 因为我觉得呢 打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试字的练习 再加上呢 就是打字呢 可以让他们更快的 就是连结拼音跟这个汉字嘛 或者是说连结注音跟汉字反正怎么样好嘛 所以我觉得打字其实是这个21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技巧好吗 但是的确有些学生会这么说 但是even google translate 现在你也可以就是设定打拼音 打拼音它汉字就跑出来 所以我我觉得学生应该是要有办法可以在家里操作的才对 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再试着 比如说让学生呢 就是这个可以就是看影片啊 你send给学生一个影片 然后叫学生自己回去看 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诗方 黄诗方 说可以说出数量加量词 还有物品 然后学生在画面上圈出对应的物品 写出数量 remember understand 好的Angela说学生可以看图说故事 听故事后叙述故事内容 嗯这也非常好 但这可能学生的程度是会稍微需要高一点 比如说可能是学过比较久的这中文的哈 或者是还有燕鸣说 他可以让学生做presentation写信给笔友 设计各地观光的海报 还有摄影比赛跟打太极拳非常好 还有呢 嗯对 然后还有cheryl说 cheryl说 她教学生在google dots 用拼音打中文字 好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google dots google documents可以用拼音打中文字 非常好 好的 嗯对 然后还有燕鸣说打汉子 我直接给youtube打字教学生 让学生自己去看这个youtube的video 然后看完之后他应该就要会了哈 好 好的 那现在我要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教学 中文教学未来的展望啦 就是其实这个是跟其他的学科也是有相关的 就不只是中文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第三点跟第四点我会其实就是加起来一起讲 好大概20分钟的时间觉得足够的好之后可以让大家再问个5分钟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反正反正就是这个图呢我我我通常我都会有一个这样子图呢就放在我的这个祭司本里面所以我每次呢我就就很像自己涂鸦一样我每次做了什么我就给他highlight起来那我就知道下次我可以用别的skill那有时候一个skill有时候一个活动甚至你可以用到两三个skill那就是更好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你可以知道说你这个活动好不好你就可以啊比如说如果这个活动只有一个skill的话那这个活动可能不是真的那么的 嗯理想如果你常常在做这活动可能不是那么理想那如果这个活动可以involving three skills or full skills even那就表示这个活动其实是很 嗯很好的一个活动可以继续再继续用下去好吗好那呃呃呃我接下来呢要讲的就是嗯大家有看到吗好我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呃呃这个 关于develop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就是我们在学校呢 我们做很多 就是我觉得呢 现在的教学的趋势 其实是不管是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 就是现在学校的发展是说呢 希望不管在任何的学科 学生都有机会可以做 跟将来的他的工作 他想要做的工作 跟他的理想的工作 有连结的这个project 所以不管什么科目都要 那其实这些project 我是很早就开始做 因为我觉得学生学中文的时候 他不应该只是学中文 他应该是要 中文应该只是一个工具 然后他把中文就是 当作一个工具来学习其他的知识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子 是更帮助他的中文的学习 因为我们学习一个语言 本来就是为了沟通 不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本身 好 当然我也会做 这个跟语言本身有关系的活动 我不是说我不做 好 那比如说cross curricular project 这个我是九年级的学生 我每年都会做一次 给九年级的学生 他们非常喜欢 就是我们跟物理 我跟一个物理老师合作 然后呢 就是做一个那个磁场的那个实验 但是他们所有的instruction 都是用中文的instruction 就是这个物理老师 他会先解释一下 这个他们要怎么做 好 也解释个五分钟 十分钟 然后他们就看这个实验的内容跟步骤 然后之后呢 我就会给他们几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解释完之后呢 他们就 就关键词解释完 他们就会 fill in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意思 然后fill in之后呢 他就会有这个步骤的连结 他就要把这个步骤呢 把它再reorder to the correct steps 就是照 所以等于说他要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thinking skill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要去 他要describe 他要explain 他要use 他要compare 就是compare 他这个物理 那个刚刚物理老师说的 跟这个中文的这个步骤 然后他要compose 然后他要plan 然后他要prioritize 然后他要decide 然后他要choose 所以这个活动就可以evolve很多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磁力的这个实验 不用别的呢 因为这个实验 因为你知道磁力 它有很多关键词都是重复的 比如说 而且因为九年级的学生 他们已经学过方向了 他们已经学过东西南北 他们已经学过这个力啊 调啊 因为比如说磁这个磁场这个实验的话 他的这个这个磁 关键词不外乎就是磁场 磁场 磁力 那因为磁出现很多次 所以他们久了 他们久了就知道这个磁就是magnetic 磁条 南极和北极 正极负极指南针 所以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猜得出来 然后如果他们这些东西猜得出来的话 他就可以猜得出来步骤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简单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天哪 我简直就然后因为像我的学生 男孩子比较喜欢物理嘛 所以科学的部分他们比较喜欢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有趣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蛮新奇的 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就是跟其他学口 可以这个结合的内容 比如说你可以叫学生 创造一个心理测验 来这个find out 就是来找出其他他的朋友的学习的习惯 或者是你可以这个第二个我是也有 其实这个我都有做过 就是不同的年级 然后比如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人 然后不同的这个照片 before and after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写一写一个健身房的 这个promotion flyer 好吧 然后像我的有些学生就会写的很好笑 就是比如说他去健身房之后 他就长高十公分之类的 就他自己找照片很好笑 这样 然后他就是要描述一下 就是这个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 或者是三根四根文学 就是跟文学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让他们就是读一个小说 然后找出 就比如说你给他几个sentence 然后这个sentence 其实不一定是要translation 可以是比如说这个sentence 是描述人的外观 这个sentence是在描述天气 这个sentence是在叙述这个数字好了 都可以 随便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叫他们读一个love story 这个love story 这个故事可以是一个像对话这样子的 然后呢 所以对话的话 因为如果是一个对话的话 就比较容易可以上手 比较容易 比较那个内容会比较浅浅易懂 然后内容之后 你可以就可以 比如说某一个a的a 比如说他就是说 我很喜欢你 他就 然后另外一个说 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analyze 那个这个 这个他的情感 就你可以 你可以even可以有两部分的人 把他 把一个班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的人是描述这个 是描述这个说这哈什么这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另外一部分是说这个 这个听到这个哈什么这个人的反应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有这个不同的描述这样子 或者是呢 你还可以就是做比如说去学校去学校旅行 然后这个就跟photo task蛮有关系啊 就是每一个照片可以描述两句话 那因为现在新的GCSE 他的photo task是希望每个照片都可以描述 每个问题都可以描述三句话 所以你也可以让学生描述三句话 那比较弱的学生两句话就够了 好吧 然后还有呢 第六个就是你可以让学生就是自己设定一个就是这个钱支出收支平衡的表 所以其实这个非常好玩 因为你就可以学生可以自己做一个收支平衡表嘛 然后你还可以自己教他就是比如说或者是你可以给他一个你可以在网站上找一个统计数字 然后给他说这个人花太多钱了 请问他哪里可以省钱 他应该所以你可以说他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省钱 对不对 他应该怎么要为了省钱他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他就可以说为了省钱他应该一二三四这样 然后或者是呢你可以教学生就是create a mobile phone model对吧 就是可以那那那比较比较比较初级的学生可以就是用一些简单的形容词 那比较中级的学生可以就是描述比如说他这个这个mobile phone可以上网啊 可以上社交网站啊 那这样又跟这个社交网站媒体这个主题有关构上 或者是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让他们设计一个自己健康检查的一个program 比如说他新的clinic是跟就是做全身健康检查的话 需要做什么检查啊对不对 那其实这些单词呢 你就可以自己叫他们上网去找的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 好 还有13分钟 好的 所以最后一个其实呢这个这个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到新的教学的发展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新的教学的发展就是跟这个以后的这个职能训练会很有关系好 那所以有几个方面的发展因为你知道他们说现在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哈 这个零售业的这个进步啊是已经已经被被推推推进五年了哈 就是说这个零售业呢现在呢不就是像网路这个销售呢变得非常的发达嘛是吧 所以呢呃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呢在教学方面呢也会有同样的发展 就是我觉得学校呢会呃可能要求老师们呢多做一些呃就是在呃在网站上设计啊或者是在这个教学上的资源需要提供更多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的部分 像我就发现呢我的学生现在呃跟以前比起来现在的学生常常会问你说老师有什么网站网上教学的网站我们可以去去看的或者什么 像我自己的话呢我就干脆自己做影片因为我发现呢就是针对GCSE程度的这种呃教学的影片其实非常少 那所以我就干脆自己做啦好对呃那所以我之后比如说学生有这些问题我就可以让他们去看我的影片 那还有呢就是现在呃新的这种呃网路上的教学的方式呢会呃很多的时候呢呃会有很多的比如说flip learning的的的的这个机会 比如说学生就是在家里呃看影片或什么学习基本的知识 然后来上课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来发展这些知识 好然后还有就是blended learningblended learning就是复合式的复合式的学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上网课的模式 就是呃学生可能有纸本的写作业但是呢他也会有一些影片的教学或者是有一些呃网路上的一些测验来帮助他的学习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呢会有一些呃个人学习的就是会有比较personalized learning 呃就是未来教学的发展呢可能会是这个考试呢可能会非常针对我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control assessment 可能以后会朝这个方面发展就是变成所有的这个考试的方式都是以project为主啊 呃就是呃比如说学生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比较对他们比较适合我什么样的内容他比较有兴趣就做什么好 然后他也呢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在学校比如说现在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呃他们在这个ucas application上面都要写说哦他们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呢有没有做义工的这个经验呢 所以呢呃将来在这个我们的教学的部分呢也会有很多会有更多要求老师就是给学生就是这种跟工作经验有连结的学习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呃可以去思考说呃将来我们该怎么样设计我们的内容不是说只是呃每次在交风卡好 然后那老师的老师的角色就会变得比较像是一个mentor就是你只是指导他们怎么做那学生自己做就是所以所以学生的部分就是等于说也要就是不时的训练学生可以更自主的学习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呃data interpretation就是呃在分析这个数据的部分呃就是critical thinking好就是因为现在网呃网路已经很发达电脑也很发达所以所有的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比如说呃在学生的这个报告的方面呃呃呃比如说这次这个因为covid-19的原因所以我们所有的考试都取消了嘛但是呢 考试取消不代表学生没有data对吧没有数据对吧但是这时候呢呃呃我们作为人类我们的角色就是其实去分析这些数据去呃呃观就是照这个数据数据来了解未来的趋势跟潮流 所以呃呃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是呃发展的非常的快好所以老师们可能都要很很注意好吗 那这个是要很注意 嗯那么真主持人物与图平如 Rain 啊 那这个部分我讲完了超快嗯 好嗯我刚刚好像少讲了一个部分是关于keystage3 to 5的 transition 我找一下在哪里 等一下 sorry 好 这个部分我赶快讲一下 我只有两分钟 就是呢 就是针对key stage 3 to key stage 5的transition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的八年级跟十年级的学生 我所设计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 那针对就是说设计的内容的话 其实主要是说 其实这个 就是说这个lesson criteria都是一样的 但是稍微呢 这个不同的 就是说这个比重会不一样 就是在每一方面的比重会不一样 所以比重的话 我就就progress and outcome 还有differentiation and assessment 来作为比重 来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不是官方的数据 好吗 但是就是就我个人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可以看key stage 3 就是year 7 to 9 他们的就是说在progress and assessment 就是评量方面呢 我觉得大概是占20-20左右 然后differentiation differentiation不是只有就是给challenging tasks 还有包括就是怎么样可以支援比较弱的学生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年纪比较小的学生 这个部分是蛮需要 就是说在他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获得蛮多的支援 或者是如果他们的程度很好 要怎么样留住他们 让他们继续保持住他们的兴趣 但那在这边呢 我也加了一个这个fixed outcome and creative task creative task的部分就是所谓的flexible outcome 就是可能你给的作业的部分的话 你的比重可有一半一半的部分 是在给一些creative task 因为他们这个时间段比较没有考试的压力 那到了key stage 4呢 就是说在这个progress跟assessment上面呢 就会占更重的比例 就是大概一半 我觉得呢就是大概上课一半的 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 可能是跟progress跟assessment是有关系 不一定 一定是要很无趣的活动 但是一定是要马上学了 马上就要测量 好吗 那differentiation的部分 就是说在给他们支援的部分 可以稍微少一点 因为他们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嘛 主要是比较多的是个人的支援 那在这个fixed outcome的部分 就是说呢 毕竟因为他们是考试班 而且十年纪跟十一年时间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大部分的他们的作业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大概有四份的作业 有三份作业会是 比较是就是可以客观的测量 他们的这个能力的这种作业会比较好 那到key stage 5就是十二年级跟十三年级 这个年级段的学生是比较成熟 而且他们比较知道怎么找资源 跟班级通常会比较小 所以differentiation就支援的部分呢 不需要太多 就是我所谓differentiation 不是说你都不做 就是说毕竟他们的年纪比较大了 而且他们通常他们的task都是open-ended tasks 所以你的differentiation就不会有 就是说本身的你给他的作业 或者是给他的功课 就已经有这个differentiation的purpose 所以differentiation的部分就不需要太多 然后这个年级段的话 你就也可以给比较多的这种creative tasks 就是这种可以发展他们其他的方面的兴趣 因为他这样他也可以写在他的personal statement上面 所以其实蛮好的 好的 所以今天我已经讲完了 好 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问问题好吗 可以吗 好 上课的时候好 华语问上课时你是用汉语还是英文给出指示 都可以啦 就看你的学生的接受度如何 但是我的八年级学生因为他们才学过一年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我通常会用英文比较多 对 用英文但是有时候会给他们指示 就是在那个text的时候有没有 打字的时候我用中文 对 好 会分享全 有一个人问说会分享全部的ptt吗 可能71张可能是有点多 但是重要的都会分享没问题的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吗 剩三分钟的时间 好 fix outcome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作业的内容 比如说写两百字的作文要包括 就比如说你就写两百字的作文 那通常写作文的方式我也会有 我也会希望学生就是我会有特定的限制 比如说我会希望学生就是要三个tenses 然后要有要通常要跟他之前读过的东西有关系 所以比如说我如果让学生看我的影片 那我就会教学生要用三句话在我的影片里 就从影片里面这个用三句话 然后这个三句话又不能重复 所以他等于是要就是他等于一样 就是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 他要虽然超了这句话 但是他要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 然后要有办法就是用他自己的词 用其他的词好吗 所以不要说 因为我发现学生还有很被动的地方是 他们常常是你读完了 但他并没有消化吸收 他就还是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乱七八糟的 就是比较弱 比较原始的 就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样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我会就是叫学生就是在我们学过的东西的基础上 然后拿回来用 然后我会规定他就是要用多少 这样子他因为他这样 因为他只要用这些keywords用的多 他写出来的文章看起来就是马上就升级了 所以这个写作的部分就是 这部分我也非常这个算是有一点惊艳这样子 好的好的 好 然后这个很多人在问我要分享我的这个网站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花 我现在直接分享给大家好吗 我就是你可以直接上去看等我一下哈 好 好 我把它贴在这个chat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或可以subscribe 因为我会继续就是upload一些跟教学有关系的内容 那因为我的内容全部都是教学有关系的内容 所以你不会怕就是学生会有一些不适当的内容会跑出来 才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好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因为已经12点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老师问说想知道怎么有趣的练习情景对话的内容 所以情景对话内容其实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给一些比较好笑的图片啊对不对 你不用 而且你可以 而且我发现学生很喜欢动物嘛 就是像学生跟我们一样都很喜欢动物啊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只狗跟一只猫 然后他们在讲话或者是他们穿好笑的衣服啊 像有时候我甚至会叫学生自己设计一个图片 比如说他自己设计一个role play好了 好 他自己设计一个故事 然后可以他自己设计故事的时候 他就可以设计问题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说 这个我要选出前五个最棒的这个图片 然后他们就哇很开心这样子 好 但是你就是在这样做这种设计的时候 为了不要让他们浪费时间 你可以说只能用五分钟时间设计图片 五分钟后就那次也没有不可以再设计图片 这样子好不好 然后这个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然后可不可以麻烦大家 就是如果你还在线上的话 麻烦这个可以这个填一下这个意见表 就是之后那个华夏中文学校会 就是这个给出意见表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 然后maybe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 你之后想要知道的你也可以 就是在反馈中可以让我了解 这样可以帮助我之后如果在做training的时候 可以这个针对这些点再回答 好的 好 然后key stage 3这个是最很好很好的问题 key stage 3的教学中文化占多大 就是像我比如说我在TES 就是在那个resources的网站上 我也有一个分享一个这个reading a book project 这个reading a book project就是呢 我会让学生他自己就比如说他找一本书 或者是因为我们之前学校有买了一些书 所以之前还没lock down 我就叫每个人都挑一本书 然后回去的时候 他就针对这个书来写一个project 然后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就会学习到文化的部分 那我觉得文化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文化真的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虽然学生没有感觉或你没有感觉 可是学生其实每一次 他们在学习到文化的时候 对他们的将来的兴趣的发展 或对中文的兴趣的发展 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像之前我的op6他们毕业之后 我就访问了他们 在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也有 就是我就访问他们对于这个中文学习 他们最有兴趣的地方 什么像有一个人学习 他最有兴趣的是哲学的部分 另外一个人他觉得是 中国同性年的问题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 这种少数族群 他觉得这个问题对他的 就是对于他的文化 然后他说他去 因为我们去中国玩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旅行给他很大的冲击 就这种文化上的冲击 真的让他非常的难忘 所以我觉得就文化上的话 其实你真的可以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2020 你可以有比如说你每四个星期 就可以做一次文化的aspiration 然后文化的部分 不一定全部都要写英文的 你也可以叫学生就是the bonus 是这个vocab可以用中文的 像我就会给学生有这个bonus marks for including as many Chinese sentences as possible 好吗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麻烦这个要这个 好给我这个feedback 好吗 谢谢大家 好的 那个丁校长有没有需要讲话 谢谢佩叔 今天讲得非常精彩 大家讨论的也非常热烈 就是佩叔刚刚也讲了 我们今天这一场讲座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 那我们在今天下午会 接着用surveymonkey 给大家发一份问卷 希望老师们有时间 Poro给我们写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们也希望以后可以再办类似的讲座 所以你的意见呢会是我们以后办讲座的一些方向 虽然我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办 或者是我们可以满足每个人的要求 可是我想大概不太容易 非常谢谢佩叔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延伸学习呢 大家应该去佩叔的YouTube上去点赞 因为那些 因为他说了很多 太多次 我有点不好意思 耳朵都听了 太多次啊 讲这个 可是呢 因为一次的讲座就两个小时 所以呢 这种叫做同步跟非同步的学习 那非同步的话 大家就是应该去佩叔的网站上 去看他 他没手把手的教你去怎么样用那些东西 因为我已经点赞过他的频道了 所以我很了解 因为我也用过他的 非常支持 那最后呢 感谢欧洲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各位校长 他们在后面也一直给我们一些意见呢 跟我们一些的一些想法 还有感谢我的团队啊 Karen跟Jack 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 安排了这些的培训 今天是最后一场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 这个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要是想继续交流呢 我想鼓励各位去参加我们这个联合会 因为在联合会里面 我们就可以继续交流跟一些合作 那华夏中文学校每年都会办一些汉字文化节的活动 例如说我们有汉字书法比赛呀 打字比赛呀 卡片比赛呀 那我觉得这些老师们都可以鼓励你的学生参加 那我们现在希望说 我们这个汉字文化节呢 也可以跟欧洲那边的学生做一些合作 所以在英国的学生也可以跟在欧洲那边的学生做一些交流 我觉得也是一个开拓事业一个很好的一些方法 那我也不能再多讲了 因为现在已经超过那么多时间 也用了大家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明年见 谢谢佩叔 谢谢各位 谢谢 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